請妳幫我介紹過 好由這樣吃 小絲改造超健康 我這個已經在滾了 我是怎麼辦 OK的 結果之後就好了 就好了 很難形容 很難形容 就覺得很想要把整碗倒進去 直接這樣吃 整個拌了就吃了對不對 好 我覺得可以加碗麵線 大概是 加麵線 加麵線不得了 對 白麵也很好吃 尤其筍子這個東西很妙 它沾一點點好的油下去 吃健康美好油有這麼難嗎 教你用油新觀念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每當說到要瘦身減肥這件事情 我們就有聽到有一種說法 就是 少一點... 所以什麼東西要說過油再吃 對 因為吃了油 覺得就擋到身上也是油了 對 但是我們節目中 聽到很多專家就講說 不行啊 油還是我們人體 必須要吸收的養分之一 也對... 所以到底哪一個是對的 真的是 可能要吃好油吧是不是 應該吧 但是可能很多人 對於油對身體的影響或健康 到底在哪裡搞不清楚 我們先請洪醫師跟我們講一下 好不好 丹麥他們針對一些需要熱量 尤其是像運動選手 他開始給他多吃一點油 吃了大概一個月之後 他們去測他原本的那些耐力 發現他們的耐力都增加 有人增加40% 有人增加60% 那不只這個 他們的那個疲勞恢復的程度 也縮短了 就是他有時候需要三天 然然恢復 這個都縮短了 復原速度強 他們常常在運動 這麼多 關節也變好了 好像潤滑油一樣 對 真的耶 是真的 第二個大家比較有 最近其實之前有一個 有一個企業家 老年失智症 開始吃椰子油 大家就發現 他為什麼會想要吃椰子油 那就很多人就去發現 事實上油脂疾穴對一些 某一些中樞神經 是有一些幫助的 那包括一些情緒的那些穩定 也有幫助 那我們再看如果說 你身體真的完全不吃油的人 他身體會有哪些 他皮膚會比較容易乾燥 對 因為我們皮膚細胞細胞間 需要一些脂肪層 去防止那個水分增散 那他的指甲會比較容易裂開 頭髮會比較容易掉頭髮 不只這些 他們很多這一類的 他們的那個懷孕 會比較不容易受孕 油脂 他們發現油脂對我們人體的那個 應該跟那個新陳代謝 一些內分泌的合成需要油脂 還有一些那個 叫脂溶性維生素有關 那還有免疫力 傷口的癒合 事實上都是有關的 所以人體一定是需要油脂 不是說它就是不好的東西 不過說到油 我們幫大家也準備了 市面上可以看到的食用料理油 都在這裡了 對 菜用的 各式各樣 好 問題是說 我們大家在平常煮菜 你們會怎麼挑 怎麼挑呢 我覺得就是我的話會 所以譬如說 你當然煮麻油機 你要用麻油 麻油 那如果炒菜的話 我就會可能用葵花油吧 葵花油 葵花油 就是可以比較 好像高溫一點點的 那有時候涼拌 然後是不是可以用橄欖油 真的 我自己只有吃兩種油 一個是橄欖油 一個就是椰子油 那因為我本身是有在健身 我有在做一些主力訓練嘛 所以就知道說 很多國外的一些健身的人 然後他們都會分享說 吃椰子油是非常好 而且它可以幫助你代謝脂肪 椰子油可以增加代謝 對健身有幫助 對 而且它可以預防 老年痴呆症不是嗎 我覺得腦不太好 所以有改善嗎 平常預料這麼多就對了 妳現在都記起來了嗎 對 記起來了 都記起來了 你中鯉耶 對 這個我們先求證一下 洪醫師 有用嗎 我們這樣說 椰子油跟中鯉油這類的 比較屬於一些 我們所有的椰子油 大部分都是一些 不飽和脂肪酸比較多的 但是也只有它屬於一個 飽和脂肪酸比較高 它甚至比那個豬油的 那個飽和脂肪酸比例還高 還高啊 還高 對 所以飽和脂肪酸 當然在我們早期的 我們對它的研究 就是飽和脂肪酸造成那些 心血管 腦血管 這些周狀動脈 因為它肌肉 可是它相對 它是一個熱量代謝 很好的一個來源 所以你如果是運動選手 那些勞工 我就覺得可攝取部分 可是我們常常 就是你平常生活 已經吃到太多飽和脂肪了 可能你已經吃 你平常吃一塊雞肉裡面 就有飽和脂肪 我吃一個牛 為什麼我們在胃教 常常是會根據 現代人的營養狀態 如果你是一個一直減肥 都完成不成 我當然是覺得吃飽和脂肪 一匙 以一匙椰子油就可以了 另外兩匙 比如說你可以吃一些堅果 吃一些魚油 吃一些像一些 比較好的一些 這類的 大概以一匙為原則 一匙 如果拿來做菜 它的對身體的幫助 是不會減少的 它事實上我們講說 也只有 這些飽和脂肪酸比較高 它對於一些溫度 比較耐高溫 它反而是一個 比較穩定性 不會變成產生一些 我們就不耐高溫的 你去 譬如說我們舉例好了 現在有這麼多的油在這邊 那個每個人事實上發煙點 什麼叫做 發煙點就是 我們在煮 你去看那個煮滾水 要滾之前 它就會有煙跑出來 那叫水蒸氣 水煙是OK的 可是有沒有想過油煙是什麼 油煙是不好的 我們所有的烤肉的油煙 我們汽車排出來油煙 油煙可能 其實我們這些 只要你超過發煙點的那個油煙 都是不好的 都不好 那些有哪些東西 一些反式脂肪 過氧化物 這些都是一些致癌物 對 所以像剛剛去理解說 它如果是煮飯用 就用這個葵花油 你會留意那個發煙點 對不對 好 來 一 但你怎麼挑 我選的油都跟大家很不一樣 我選了一個很冷門的是 雞油 不是 那有什麼不一樣 哪一個雞 哪一個雞 機車的雞 是酪梨油 因為酪梨油第一個它 酪梨油 因為酪梨它是營養之冠的一個 就是水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它是 就是剛剛醫師有講到 發煙點這件事情 酪梨油是目前就是 大家很熱門幾個油當中 發煙點最高的 我通常做飯 我都沒有做給自己吃 因為我自己都是隨便吃 我都是做給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的東西都是水煮的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他現在不是都說要有一點油嗎 所以我就會自己拿一點油 滴在他的餐裡面 或者是如果他吃麵的話 乾麵我就會給他滴一點進去 所以酪梨油什麼 都是用低一點這樣 對 就沒有加熱什麼沒有 那還要加一點點 對 那不關鍵幹嘛 對 可是有時候還是會 而且應該也比較貴吧 感覺上 就貴 但是就是一個安心 因為你知道媽媽就是這樣 反正就是要買最好的給小朋友 很窮緊張 搞不好哪一下突然想要烤什麼東西 或煎什麼 就隨時可以用就對了 對啊 我先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 其實油的發煙點 不只是跟種類有關 也跟它有沒有經過精煉是有關的 所以同樣是橄欖油 你會發現 所謂的出炸橄欖油 跟Pure的橄欖油 跟Promose就是橄欖油渣的油 它們三個可以承受的發煙點 完全不一樣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那聽說那個什麼…就可以 另外一種會影響到發煙點 是有沒有經過調和 因為有時候 它經過不同的調和之後 它的發煙點會影響到 甚至有些調和的過程 它就是為了調和 讓它可以適應各種烹調方式 所以大家不要去查了資料之後 就覺得我這一瓶酪離一定 如果你那個酪離油 它號稱是出炸冷藥或幹嘛 它沒有經過經驗 它有可能發煙點也不可能太高 所以要了解說我這個是什麼製程 重點是它後面看有沒有寫 它適合什麼樣的配料 對 控調方法就要看清楚 其實原則代表不要記得太複雜 就是我們這樣 你如果只是要小火的 大概就要選擇 大概就100度以內的 那個其實像葵花油 其實我剛剛講說 其實葵花油在我們的 應該是發煙點 應該差不多107度左右 跟亞麻 人子油 這種就屬於發煙的 這可以查一下 另外屬於那個中 比如說你如果要中火 就大概160度左右 160度至少要到那些花生油 或黑芝麻 白芝麻油 大概就中火160度以上的 你如果160度用葵花 亞麻 人子油 就會超過它的發煙點 如果葵花油它的發煙點很高 那可能有調過 比如說它的葵花油只有50% 然後再調和其他的東西 它上面會就 這個發煙點就會拉高 所以說我們有時候在買油 它上面寫說葵花油 還是要讓它的葵花調和油 還是葵花油 對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比較油炸 要到200度以上的 可能叫 還有一些我們 葡萄籽油 棕米油 甚至這個就會比較 屬於一個可以適合油炸的 一個油脂 剛剛說那個壞東西 是我站在鍋具旁邊 我沒有吃那個油 你吸也會 所以媽媽們是不是 所以他們常常在說 看媽媽們的吸油煙機的乾淨程度 就可以看到媽媽們的肺的乾淨程度 因為這些油它經過發煙 或它裂變之後 你會發現它裂變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你會看到冒煙 第二個你會發現油的顏色會變深 然後它的酸價變高 第三個它的濃稠度 它會變黏黏的 那這些黏黏的東西 就會黏在你的抽油煙機上面 所以之前中國有一個研究 他就發現 越常使用這種高溫油炸烹調的 這一群人 他的肺癌的風險就遠高於那種 人家比較少用那個高溫烹調 所以不是我入廚房的次數 而是我怎麼樣用油 是影響我的肺的健康最重要的 像之前有一個人他就很妙 阿伯有一陣子 我們超流行那個橄欖油 他都要買那個粗炸的 看媽媽最好 因為他覺得粗炸裡面 有橄欖多酚 抗氧化 這很讚 而且就是說橄欖油 可以這樣膽固醇 他超高興的 因為他之前去健檢 就發現他血脂肪太高 結果回去之後 就連吃兩個月再去做檢查 想跟醫生很驕傲的說 你看我這樣吃 很健康 結果一檢查 等會兒血脂肪更糟糕 醫生就說你發生什麼事 他說怎麼會呢 我後來回去 我不論是煮炒茶 我全部都用完 我媳婦給我買的 最好的粗炸橄欖油 醫生聽了就快昏倒 因為最好的粗炸橄欖油 基本上要像罐一樣用涼半 他可以耐瘦的溫度其實不高 結果他全部都用 第一個他量又多 第二個他又已經油脂裂變 所以他不但他血脂肪沒有變好 反而更長 所以重點真的 不是只是會選油 要會用油 對 前一陣子那個油的食安問題出現 對 很多新聞媒體都要教大家 怎麼炸豬油 怎麼肥肉 大家就開始高溫 就開始一直慢慢弄慢慢弄 或是什麼水煮的方法 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 你知道嗎 我剛才講說油它的發煙點跟穩定性 其實跟它精緻的過程有關 對 我們自己寄那個醬油泡的時候 我們哪有什麼精煉 有時寄完醬油泡拿去炒菜 然後醬油就收起來 你會發現那些醬油泡來的醬油 有時候還有一點點點渣渣 然後還會這樣黑黑的 你知道嗎 我們要讓這個油的穩定性高 在真正的精緻的製油場 我要經過精煉除去雜質 除去水分或什麼 讓它的穩定性高 這個時候我在高溫之下才會穩定 可是我們製製完全沒有這些精緻的程序 所以它裂變更快 天啊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一直很擔心 因為想說那個是黑心 我想說你自己做的 不在黑心或是黑心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如果要挑這些使用油 除了發煙點以外 洪醫師 我們要挑什麼 有一個比飽和脂肪酸更壞更壞的東西 那個叫做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 我們講同樣是脂肪 它是經過我們講一個氫化油 那氫化油這個常常在你說的 烘焙的食物裡面 裡面有的 它發現他們去做實驗 這種反式脂肪 它對於我們心血管的傷害 是我們這些 飽和脂肪酸的三到一倍 所以它來得更兇猛 了解 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 對 所以它在標示上面 其實我剛剛就在看 其實它會標出 飽和脂肪 反式脂肪這些 我目前這樣子排開這些油 所有裡面有反式脂肪的 只有兩種 一個是大豆沙拉油 一個是花生油 是 這兩種 這個原因是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要看它 開始標示的日期 因為早年我們台灣 對於反式脂肪的標示 它有一個規定 那油品的反式脂肪 並不是額外添加的 是我們在油品精煉過程中 如果你的技術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它會產生微量的反式脂肪 以前我們都不管 所以所有以前 如果你早期看到 早期的沙拉油或什麼油 全部都標0 因為它會說 我不是添加的 我沒有額外添加 我沒有氫化它 可是後來是 我們法規修改的時候 才一律要求說 全部都要標示 管你是因為做工不良 還是你技術比人家爛 反正只要有就有 所以之前曾經有一個調查 當時檢查出來 除了冷壓的感染油沒有之外 其他所有都有反式脂肪 都有喔 只是量的差異而已 甚至那個時候連豬油 他們都發現豬油 反式脂肪也很高 像我怎麼記得 之前是說調和油沒那麼好 但好像又有新聞報道說 調和油好 只要比例是調得好的話 就很完美 那到底要怎麼樣來看 調和油 其實全世界用調和油 比較那個地方 是日本跟我們 因為我們很多 我們的食品工業 是跟著日本走 調和油兩種概念 一種你們早期說 很不好調和油 是你會發現 像這瓶花生油 它就會寫 對 調和油 調和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是說 風味上的考量 調了之後比較香 有一種調的原因是什麼 是價格的考量 因為如果我全部都用芝麻 或什麼它比較貴 可是還有一種大豆沙拉油 你會發現它在調 人家大豆沙拉油 在手上 有些調和油 有是說我調了之後 它可以適合你平常的 一般中式烹調幾乎都能用 方便 可是最近在訴求跟你說 有些人說調和會比較健康 那是另外一種調和 你會發現這通常 在哪些店會賣呢 你如果去買一些什麼有機食品 無毒食品或幹嘛 它會賣那種調和是什麼 它跟你講說 人最健康的吃法 是什麼吃法呢 就是飽和脂肪 不飽和脂肪 單元不飽和脂肪 它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它會說 一般正常我們會建議你 單元不飽和脂肪如果是1 多元不飽和脂肪是1的話 飽和脂肪要低於1 所以它盡量少 然後這是第一種比例 叫做飽和跟不飽和的比例 有那麼多有必要嗎 對 重點來了 這就是聰明的主婦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吧 為什麼呢 因為你除了那瓶 你除了那瓶油之外 你會吃其他有油的東西 你會吃肉 它有飽和脂肪 你會吃堅果 會吃花生 它裡面也有不飽和脂肪 對啊 那你甚至有些人會加一點 什麼亞麻籽什麼籽 它也有不飽和脂肪 所以你這個比例 加上你的飲食就搞亂了 就不是差不多比例的嘛 所以你與其買那個不如自己注意一下 說我家裡幾瓶油怎麼分配 這樣會來理想一點 其實我 因為我們的油用的很少 其實那種 這個什麼心臟科醫學會建議 每人每天大概兩湯匙的油 所以我會覺得我要買這個 比較單純的油 因為我不是那種很認真的主婦 就是什麼調和不調和 我覺得這都太複雜了 那我就會選擇出炸的 那因為我的烹調習慣就是很好 我不會高溫油炸 所以我就是 不會選擇這個精緻調和 因為這些都是可以溫度比較高 那最重要我也蠻害怕這個 反式脂肪 因為反式脂肪無所不佔 所以氫化過的我也不會買 好 氫化過的是指單純還是調和 就是剛才就是 像這個去 不是 氫化是指 比如說你就是 植物油 然後氫化之後就變奶油 植物性奶油 對 所以基本上這種氫化 或者它上面有反式脂肪標示 我就儘量像剛剛素卿講的 越低越好 或者是沒有最好 那我覺得買油其實很簡單 就是小包裝 然後分散風險 然後以前最常出現問題的 就是精緻油 最常背就是黑心的 就是精緻油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這個 廠牌這些等等的 越安全越好 但一般家裡面 因為我們在煮煎 炸 我們其實很難避免 溫度還是比較高 其實如果是要煎的話 或炸 我大概會用葡萄籽油 因為葡萄籽油它的味道 比較淡 不會去有那個味道 再來就是像玄米油 有幾個 像葡萄籽油 玄米油 然後剛才講的這個椰子油 但椰子油那麼貴拿來炸 實在是太划不來了 太浪費 然後這個精緻的橄欖油 當然它的溫度也是比較高 那煎花油也是有一些 是比較高的 那涼拌的話 就大概就是 初榨的油拿來涼拌 是最簡單的 像麻油的話 我都會用純芝麻油的話 其實我不會拿它來爆香 因為它大概只有170度左右 所以我都是用 加水的過程中 才用這一些油 就是像葡萄油 大豆沙的亞麻仁油 這個初榨的橄欖油 這些東西 我就會加水這個動作 然後煎魚的話 就用葡萄籽油 對 大瓶的妳是怕說放久了會嗎 因為我們家油用的很少 那油其實很容易氧化 就像如果妳是自榨的豬油 我不曉得以前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放著一下子之後 就會有一個味道 以前我們古收的媽媽 都放一個鋁的桶子 就放在那裡 其實只要一下子就會有味道 像初榨的橄欖油 或者是苦茶油 它也是非常好 只是 只要妳沒有把它保存好 大概很快的 大概有時候 一兩個禮拜就會有油 有油 以後我也就不能用了 了解 初榨油很貴耶 對啊 所以要冰冰箱 我會這樣做 小朋友我就會回來 就先用這個鋁箔紙把它包了 讓它閉光 那如果真的是很久才會用到 我就會放在冰箱裡面 我再選油 還有一點 就看它的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越高越好 然後飽和脂肪酸 越低越好 像我用這個什麼 這個芥花油 或者是這個初榨的橄欖油 或者是苦茶油 它的這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都在六七十以上 那這樣的話 尤其是那個 那個什麼 苦茶油到八十幾以上 那我覺得這個 對我們來講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會選擇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越高越好 對 但是橄欖油的人 就要留意到它的發炎點 你不要想說它很好 隨便亂弄 那也不行 不能像素青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它怎麼都拿這個藍油 其實油很簡單 只要一冒煙 有毒物質就產生了 所以盡量不要就是讓它 有冒煙的這個動作 你如果搞不清楚其煙點 你就不要讓它冒煙 就是一個最好的烹調方法 那另外很多人在想說 那既然我這樣選油 乾脆我就買進口的 進口的是不是會比較好一點 有人就這樣在想 當然有一些油脂 它會進口的會理想 比如說像橄欖油 比如說像葡萄籽油 原因是因為我們又沒有 台灣沒有 所以你要選這幾款 一定都是進口品 那進口油 如果大家要挑的時候 有幾個重點 我給大家建議 第一個 你要希望它沒有在台灣再分裝 就是它是進口來的 原包裝賣的原廠 這個我們怎麼看得到 它有些 它會告訴你 我是原裝原品的 我沒有經過包裝的 然後至少如果是原包裝 它上面一定會有英文的標示 英文加中文 它一定是中英文 因為它不會原裝原品 你看以後它在當地 就幫你貼中文標 它都是進口進來 再貼中文標 第二個部分就是什麼呢 除了原裝原品之外 因為你知道嗎 之前 就是之前橄欖油事件 就因為近幾年那個橄欖油減採 他們也開始用混油 還有自己那個裝的油 就易大利那邊 對 所以他們做了另外一件事 他們好的橄欖油 除了說單瓶裝之外 第二 它有看一下 要這種嘴啊 一般來講 你這個還不是標準 就是他們最近幾年 為了防止搭詐騙 所以他們認證之後的橄欖油 它的瓶嘴應該是一個 防止再沖田的瓶嘴 你會發現它那個瓶嘴是有個特殊 你喔 油要灌進去是灌不進去的 我知道 它就是會凸起來就是 對 它有個特殊的瓶嘴 它只能出不能進 為什麼呢 因為它防止那個詐騙的人 用那個好的油瓶子 因為他們有認證過的瓶子 然後把那個油倒出來 去把油倒出來換假油 假油 對 所以好的油的話 真正比較好的油 它是有一個防止再沖田的那個 然後第三個 我剛剛就說看瓶子的顏色 因為真正如果你要比較好的 尤其你真的已經買進口 你要好的話 它的瓶子應該有保護色 就包括它可能是綠色 或者是比較深的顏色 如果透明又很大 讓你用很久 你就在想它應該是 沒有想太多啦 我這個呢 它就是一個出炸的油 然後它這個油的顏色 本身就是有保護色的 對 然後它的確是有一個 但是有保護色 你外面還要再包洗脖子 對 因為這個避光避熱 然後呢 真的想很多 對 因為 很謹慎 對 因為我用的非常少 其實這個它本來 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 對 它本來是有一個 房子回田的那個設備 然後我把它拿掉了 拿掉 這個聞起來就沒有油耗味 對 因為我本來就放在冰箱裡面 把它保存 它是沒有味道的 就還可以 所以我們如果用了錫波紙包 還是要放在冰箱裡面 其實我會 因為我用這個油 大概可以用到一個月 所以我像台灣天氣這麼肉 我就把它放進去 可是老師 那個放冰箱 它我要用的時候 它是整個凝固了 對… 然後我要一直倒不出來 就要等到它變成回溫了 對… 這樣是不是對於油 一下回溫然後一下又冷湯 其實你只要是 如果你是很快可以用完 你其實可以放在這個遠離電器 或者是你的鍋子旁邊 凍涼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很喜歡 把這個調味料 直接放在這個 你的竹菜的附近 其實味道會很重 那個溫度也很高 尤其我們台灣的這個 很常會有這個 這個味道跟台老師差好多 不太一樣 對啊 不是都橄欖油嗎 對 它就有一個油耗味 所以它用透明瓶 台老師那個好清香 就是一個橄欖的香味 這個清香味很強嗎 它就是一個 就是因為我的保存是很小心的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味道 其實在台灣有幾個也要注意 如果說像那個時候 大家很多人去炸那個花生油 對 花生油要特別注意 這個不要有黃麴毒素汙染 因為這個以前最早的時候 蘇青好像就知道 以前都會有一個那個廠 它就會有一個特殊的檢驗 就是如果是有黃麴毒素的花生 它會把它彈掉 但是後來那家很快就倒了 所以只有製造這個花生油 一定要注意有沒有黃麴毒素的汙染 因為很多人就自己 塞花生器炸這個油 一定要小心一點 像麻油的話 我自己的話會特別把它就是 因為這是有冬天才用 我一定會在夏天的時候 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也是這樣包 對 也是這樣子 然後也是把它收起來 然後我通常會準備一個更小的油瓶 就是分裝一小瓶 那平常就放在這個比較室溫下 那如果真的就是沒的時候 再去把它回溫倒過來 不是讓它一直回溫 一直回溫 對 好 所以這個油 我們現在基本觀念有了對不對 大方向再我們細分下去 我們整理成問題來問大家 來考考大家 先來看問題一 請教大家用出炸橄欖油漱口 可以排毒嗎 這一個問題源自於 其實曾經有人在傳說 早上起床 一小口素 素素素素 然後把它噴掉 你噴掉的時候 你會發現怎麼吐 怎麼樣 吐血了 吐血就嚴重了 吐了什麼 因為你剛剛有 在你要吞的時候 它是乾淨的 吐出來的時候 它好像有雜質 所以你們覺得行不行 圈叉 只有一一舉圈 我覺得可以排毒 不是說它現在一吐掉 就是馬上就可以排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 你瘦的時候 多少喝進去一點了 然後在嘴巴裡面 然後可以幫生理 吸收了 對 然後再幫 身體排毒這樣子 我覺得是這樣的概念 是因為這樣子 對 那兩位都舉X是不相信 對 我不相信的原因是 因為 妳媽有試喔 我跟妳媽 就是妳媽流傳出來的 她的朋友 不曉得沒事 就會發那個LINE的群組 對 她說妳一定要用這個橄欖油 我發現一直煩我 妳知道嗎 所以妳要用那個 我跟你講那個吐出來 那個變得很污濁 所以表示裡面 有很多的細菌 妳這樣就不會生病 感冒應該還是會有 就是我一直說 並沒有因為她這樣子素 我覺得她有特別的健康 就沒有什麼經常不壞 對啊 順便要三個月 對 因為一個月之後 還是七七四十九天 對啊 但是她一個月之後 她就懶了 就不做了 對 因為其實是有點辛苦的 那怪儀 因為我聽到的不是出炸感應 好像是用苦茶油漱口 所以 妳聽到什麼苦茶油 這個怎麼傳說很多 對 會不會以後變成 是用那個沙拉油漱口 會不會妳椰子油也可以漱口 會不會 對 我覺得 一整天講話都椰子味 對不對 許浩平先生 他用的就是椰子油 可以椰子油嗎 對 冷壓 他們這個其實是來自於 那個印度的阿玉廢陀 大家都知道 你們做瑜伽幹嘛 一定會認識這個 阿玉廢陀醫學 他們在講的就是叫做 油拔法是說 大家認為說 我們今天如果你一早起床 像那個許浩平他就說 他就一早起床 用冷壓的椰子油 然後就是你要在水巴裡面素 就是認真讓他衝遍你的 所有的整個口腔 然後之後他說問題 他說這樣子是有保養 他們不只認為 包括口臭可以有幫助 甚至一些身體發炎相關的疾病 像是一些糖尿病 或一些免疫疾病 都可以降低 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可以排毒 所以到底這位阿玉廢陀 印度人講的這一招 到底是不OK的 能不能把病毒從口腔拔出來 拔油法 油拔法到底拔到了什麼東西 我們來分析一下 事實上大家有沒有想要 我們白天一直在吃東西 常常在蠕動 我們唾液一直在分泌 我們口腔裡面到處都是細菌 它不是一個無菌的地方 可是在睡覺的時候 它就不會分泌唾液了 所以早上起床口氣好糟糕 你自己搞不清楚 可是你可以親吻一下 你的枕邊人 會被親到牆上 你就會發現那個味道 跟你平常在親吻的那種味道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經過一個晚上 細菌滋生會產生一些味道出來 所以大家一起床就趕快刷牙漱口了 我們油拔法 其實的確很多傳得肺肺癢癢 我也跟牙科醫師討論過 我們認為有幾個觀念 他們這樣講 好 我們講我們裡面的這些雜質 我們為什麼產生基菌 可能有一些食物沒有弄乾淨 它裡面會產生一些雜質 可是雜質事實上有一些是水溶性 有一些是油溶性的 你如果油溶性的東西 事實上漱口不是那麼用一般的水 不是那麼會漱了出來 可能油溶性的東西 它就會把它拉出來 這個是一個理論 第二個 他們後來發現 這樣子做 其實跟漱口很類似 像我們也是除了刷牙之外 會建議大家漱口 因為刷牙有一些 比較狹窄的一些空氣刷不到 你用一些容易的東西 它可以侵入比較深 但是後來大家都做到 大概深到多深 我們知道刷牙 那個叫牙齒下面叫牙肉 事實上很多牙結石 什麼牙菌斑很多 都是卡在牙齒跟牙肉上漿 所以大家一直在刷那個地方 對不對 可是刷得到嗎 很多時候刷不到 都會叫牙醫師去幫你洗 它那個機器又有高壓 對 他們這可以往下伸到 大概30%的髒東西 可以清掉 所以你牙齒變得好粉紅 就每次去洗完牙 牙結石那時候 可是他們說油拔法 大概最多大概4% 就像深入裡面的 我們會認為其實 就類似你去漱口 後來牙醫師他們對這個 油拔法的概念是說 因為 但是也沒有 也沒有那麼神奇的一個效果 就類似你多做一個漱口 用油去漱口 好像也沒有那麼壞 所以沖起來應該是說 你油在漱口過程 可能只是把你說的一些 細菌 細菌雜質給它帶出來一些 那你說要排毒 那個好像就又太 講得太擴大了 因為其實我剛才講 為什麼他們會認為排毒之外 其實通常他們會連接一些 發炎性相關的級別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認為 牙周跟我們共生這些細菌 你的牙齒細菌如果是好的 就是是一個健康的狀態 它跟你的 所以他們的想法是 如果你讓你這些細菌 當然你一次水殺的 一次油膏殺的 又有一次油殺的 把它殺得很乾淨的話 相對你的牙周健康的時候 確實有一些疾病是會比較少 所以可能有一點點的好處 對 有一點點就是說 真的 如果你能 可是根結在於 你就是把你的牙周健康維持好 就對了 所以Julie姐的媽媽 是做得不夠久 是不是 所以還是感冒了就對了 還是感冒了 應該說她還是會感冒吧 當然 說不定人家感冒 本來會很嚴重 對 就只有感冒 好吧 那我要回去 叫她繼續訴嗎 對 你賴她 告訴她媽媽 這個可以 繼續 既然她已經遺忘了這件事 就算了 真的嗎 反正她無害嘛 對 無害 關於其實我還有聽過很多 很厲害的事情 像媽媽界都會 就是有聽說過 就是小寶寶 要是如果便秘的話 你就給她 就是空腹的時候 喝一點油這樣子 就可以便 就是排除便秘這樣 潤腸的意思 對 現在網路有很多 就是所謂的油拉法 就是 油拔油拉 油拉 真的 油拔油 它的油拉就是說 真的是空腹 下去之後 對 然後你的小腹就會消了 連續一兩個月 然後都是空腹 小腹會消 就是用油拉的方式 讓它拉... 所以我就覺得說 油帶油就對了 之前也有一個人教我 他說我跟妳講 每天早上起床 妳那一湯匙的苦茶油 再加一個養樂多 養樂多 兩個這樣子吞下去 包著妳很快就拉 是 沒有人這樣告訴我 我是跟妳講 妳早上如果空腹的時候 妳有去注意到 不論妳是喝水 喝溫源水 喝冷眼水 喝冷開水 還是養樂多 還是什麼都有 為什麼呢 我們叫做 口跟我們腸的反射 就是事實上 我們只是因為沒有時間 如果妳有時間慢慢的 只好妳發現 小朋友最常見 她吃完東西沒多久 她就想大便 對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會刺激我們的腸道蠕動 所以會有這個反射 只是我們現代人 他們會便秘 是因為他們常常錯過這個反射 比如說我急著去上班 急著幹嘛 所以其實妳不論 如果妳早餐這個時候空腹 妳不論喝什麼 只要能夠讓它蠕動 都有效果 那是油為什麼有些特殊性 是因為有些女生 她的便秘可能來自於 她真的很擔心胖 所以她的飲食中 幾乎都沒有油 所以她會發現她的便秘上 是相對是缺油這一型的 但是重點來了 我覺得不論妳用哪一款 就是說妳要用來替代 我本來油是在食物中下去的 我現在先喝一個好的橄欖油 你要記住妳的食物中 那個油也要去掉 否則它還是熱量 它還是會增加妳 因為之前有一個人 就是跟昌明哥一樣 因為人家盛傳說 因為他們都說苦茶油夠油 那個阿嬤就三餐 因為苦茶油都認真拚 因為她覺得他只好 覺得胃脹脹不鬆開 結果阿嬤後來覺得 胃好像也有好一點點 可是後來去檢查 就發現她整個血脂肪都不理想 為什麼 因為吃太多油了 熱量太高了 所以重點還是什麼 要取代 熱量還是控制 就是要取代 是的 好 接下來問題二來了 來看問題二 每一天一吃苦茶油 可以抑制胃油門感菌 避免胃潰瘍嗎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好不好 有 全插 請選擇 全部圈 大家都有聽過 有 很久以前就有聽說了 對 媽媽也有照吞嗎 沒有 我自己有吞 可是我真的不是吞苦茶油 我其實是 所以我就想說 她跟她的理論 應該是論掉什麼 也是為了癒癢嗎 可是她只是消炎 對 就是她就是一個養生的 養生 不過妳很特別 聽到的是苦茶油 就有吞癢瘍子 很特別 沒有 我就覺得說 她們的一個是西方的 一個是東方的 東方的 所以我想說苦茶油應該 而且坐月子 因為妳是東方人 喝東方油 喝西方油 西方油 因為住西方 喝西方油 回來就喝苦茶油 對 而且很多人都說 坐月子的時候要多吃苦茶油 所以我想她有一定的養 就是營養成分 我覺得比較不上火 說法只是這樣 對 妳這樣讓我 永遠想要 對 我可以聽聽專家怎麼說的一下 我爸媽是很愛吃苦茶油 所以就我們全家都會吃 那爸爸是因為 他以前都常常空腹的時候喝茶葉 所以他的胃非常非常不好 然後我爸爸是說 他早上起來空腹的時候喝一茶匙的話 他覺得真的就是胃有改善 感覺好像是有保護了他的胃壁還是什麼的 然後媽媽就說 因為我胃也不好 他也要我喝 可是我覺得那個 喝一口你知道嗎 真的 你大概十天都不想要碰油 因為太噁心了 那個味道實在沒有辦法 所以我媽媽後來讓我吃呢 他就是把它放在那個九層塔 跟煎蛋 就是九層塔跟蛋一起嘛 然後用苦茶油去煎這個蛋 他說一方面是可以保護我的胃 然後可以吃到苦茶油嘛 那他的想法說另外一個 因為那個九層塔煎蛋 好像對於女生的內分泌可以改善 我是不知道 他說這樣子就是有兩種好處 那依依 我覺得單純覺得說 他可以在胃裡面 形成一個保護膜 就是感覺他就是可以保護我們的胃 不會讓一些什麼胃酸 或什麼的去太容易刺激到他 所以那一定要苦茶油嗎 對啊 不見得是苦茶油 就是油類可能都可以吧 都可以 都選圈但理由都不一樣 還有潘老師 其實這個是以前國科會做的研究 但是它是實驗室做的研究 那其實現在這個幽門螺旋桿菌 有臨床上很好的治療 只要吃藥吃幾天 就可以真的是把這個幽門螺旋桿菌 殺掉 那這種喝油這個 他是說他可以殺死這個大概九層 可是只要進到人體實驗 我想這個還要有更需要的那個 但是現在所有的這個腸胃科 在治療幽門螺旋桿菌 已經有很好的藥物 我覺得還是有這個問題 趕快去治療比較實在 不要用這種偏方 那保護胃是真的有用嗎 這個苦茶油 你知道當你在腸胃炎的時候 醫生跟你講不要吃那麼多油脂 類的東西 要吃比較清淡一點 那是不是就相反了 你胃已經不舒服了 為什麼 其實油脂我們講 反正一些碳水化物 水比較容易消化 蛋白質 油脂是最難消化 你吃了一塊油要排空 需要一段時間 勝過蛋白質跟澱粉類 所以你如果 那它沒辦法消化 它一直分泌胃酸 那就會 我覺得當然油脂進去 有一些潤滑作用 如果剛好你那邊 有一個潰瘍或什麼 或許它可以減少那些 疼痛的作用 但事實上它是一個 對胃來講是一個 但一直以來大家都說 苦茶油好處很多 那真的好處很多嗎 其實苦茶油 在我們所有的油種裡面 它算一個很健康的油 它除了一些 不飽和脂肪酸之外 它有很多的一些抗氧化劑 還有一些維生素AD 一些脂溶性的一些維生素 那它對於我們的 其實我們講說苦茶油 其實它是 的確是有一些抑菌的效果 所以他們在做那個 幽門螺旋 它是可以殺菌的 我們很多像女孩子 為什麼冠宇剛剛講說 她媽媽講說 會減少一些分泌物 但是女孩子 為什麼會有一些分泌物 在驚起來的時候 你們那邊很容易 長細菌 然後一些 我們講一些白色黏珠菌 然後說一些好菌 減少壞菌整個滋生 那這些好的油 事實上我剛剛在前面講 其實好的油會 那免疫力的話它就會 事實上會把這種 女生不好的這些分泌 給降到最低 事實上苦茶油 是一個還滿健康的油種 好 那譚老師 苦茶油 你可以建議大家怎麼挑嗎 因為市面上苦茶油 真的很多 我家也有苦茶油 兩 三罐耶 然後就是 因為你剛生完孩子 不是 是因為我老公胃不好 所以人家 對 人家就說要喝苦茶油 可是譚老師剛剛就講了 要看醫生 對 我要告訴他要看醫生 對 其實這個苦茶油 第一個就是選擇有品牌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這個 現在其實各地的農會 都有出這些 他們自己的這些苦茶油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挑這些 有這些農業單位認證的 我覺得會小一點安全 對 但是苦茶油 真的不要買太大瓶 因為它是粗炸的油 所以它很容易壞掉 對 所以就是盡量小瓶 那只要有油耗味就不行了 因為我自己曾經買過 小小一瓶的這個苦茶油 打開一個禮拜 然後就會有油耗味了 所以一定要就是小瓶的 你要冰冰箱 比較好 我是冰冰箱 冰冰箱 然後妳也一樣會洗波子包起來 對… 然後我就是會 就是盡量小包裝 然後各個品牌都試試看這樣子 OK 好 不過剛剛有在講說 媽媽煎那個九層塔蛋 然後放多一點苦茶油 讓她來吃 可以順便補充蛋白質有營養 然後那個油油可以吸收進去 那譚老師要幫我們做一個料理 好油你要料理對 才會吃得好健康出好菜 好 現在這個好菜 我們是先從醬的角度來出發 對不對 對 那我們一個是芝麻 有一個是橄欖油 那其實這個海鮮 肉或青菜 就隨便你配都可以 好 那我們先不要加油 就是先也不要開那個 開火 開火 都不要 對 我們就用一些這個 就是那個蔥 乾蔥 就把它稍微放進來 然後就加蘋果醋 蘋果醋 對 然後加一點點鹽 對 就是你的那個 看你喜歡的這個鹹味 然後加一點點胡椒 這個是比較 中式的做法 中式的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開火 把它擦開 對 然後就開火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麻油 就把它加進去 這個用的好意思是麻油 對 然後就讓它 開始就給它攪貨到它滾的那個 有一點點滾就可以了 讓它有一個香味 這個很特別 麻油加蘋果醋 對 然後加甘蔥 然後有胡椒 這個是一個芝麻的那個味道 那這個可以沾青菜或肉 都還不錯 那我們這個時候 這可能要麻煩你幫我 沒問題 然後我們這時候 來做一個那個水果 另外一種油 對 那我們就用橄欖油 其實我們就用鳳梨 這台灣很多 它最近也盛產 然後加一點蘋果 對 其實水果就隨便你 火龍果還是什麼都可以 然後這個是奇異果 然後這個是檸檬汁 然後這個水果都很甜 所以我們要加一點點的鹽 讓它的這個酸味可以稍微平衡 甜味 酸味都可以平衡一點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就加一點點的橄欖油 讓它這個口感比較滑 是Virgin的嗎 對 就是剛才我的那一瓶 好 那我們就加這一個 然後這個就是 我不喜歡用果汁 所以我用的是新鮮的水果 把它擠出來的柳橙汁 然後就把它加進來 就這樣拌勻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可以適合搭一些 這些海鮮等等的 它昌米那邊那個是不是可以 我這個已經在滾了 我這怎麼辦 OK了 我就把它關火了 對 然後熄火之後就好了 就好了 對 就好了 這這樣完成了 對 就這樣就好了 因為這個夏天不要再 不要在廚房待太久 對 然後這個可以就是 配一些肉類 海鮮 然後這個也可以配海鮮 就是看你喜好的 它就是一個芝麻醬的味道 這個可以放嗎 可以 你如果放在冰箱的話 其實是可以放滿久的 對 然後這個 其實味道不會像 單純的麻油雞那樣 就是會比較膩 它會有醋 有這些東西 我曉得我們一次煮這個醬 可以多煮一點 對 因為我大概是用180cc的麻油 加60cc的醋 然後大概是這個 這個乾蔥的話 大概用了2到30公克左右 對 然後就這樣 胡椒鹽你就自己看 你喜歡的口味 對 那就這樣就好了 就好了 對 然後我們就放蝦 然後花枝 現在這個海鮮 所以我們要搭的是 剛剛這個麻油醬料對不對 兩種都可以 兩種都可以 所以我們不要直接淋上去好了 因為這樣子的話會比較 就是你可以到時候用沾的就可以了 這樣也不會攝取過多 對 我先偷偷的嘗一口這個醬料 麻油的這個 很適合做乾麵嗎 剛剛在煮的過程 我想說那個蘋果醋的味道 整個是這樣撲餅有沒有 會很酸的感覺嗎 沒有 沒有酸 不會耶 真的 蒸發掉了是不是 它就是你在煮的過 其實蘋果醋煮的時候 它不會那麼嗆 所以我們還是要煮過 才會不會那麼就是那個味道 那有酸味嗎 沒有 也沒啦 很淺 對 如果你喜歡鹹一點 可以鹽加多一點 再加多一點 對 但是我們盡量 對 我們就直接加 因為剛才有做好的 要放稍微久一點比較好是不是 對 久一點的話 它的味道會比較酸 放久一點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對 好 我們加上去 好 感覺下面很開胃 對 甜菜 就這樣 好 醬淋完 義大利的水果醬對不對 這樣算是一種吃法 就完成了對不對 對 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待會兒請大家 一起來品嘗兩種醬料的 不同的風味好不好 來 好 這樣子我覺得 這樣子的醬料很像我們在夏天 可以享受那個 海洋風景的風景 很清涼的感覺 比較有開胃的感覺 對 嘗嘗一下 好好吃 對 很清爽 而且你不會覺得說 就是有特別很重的味道 像我也不會覺得說 海鮮味跟水果味好像 不搭 對 它們吃起來是融合的 很搭 很棒 而且它比單吃水果 因為有加一些橄欖油 這就是 它的那個口感更好 你就不會覺得說 單吃水果會有點刮刮 那種嘴唇的感覺 配上雞胸肉還不錯 因為原本以為雞胸肉 因為比較沒味道 會拆拆的 對 夏天大家食慾會不好 可是吃這種還滿清爽的食物 對 它又有蛋白質 又有油脂 還有一些纖維素 是讓營養也滿均衡的 不只是說容易入口 營養又均衡 來 接下來 我們剛剛說的麻油 對啊 麻油加蘋果醋 所煮出來的醬在這裡 大家用沾的好不好 好 這邊有竹筍 大家可以來沾來試試看 好 我們就這樣拿了沾 直接來 我現在太好奇了 好香喔 很香 它就整個沾了麻油香 麻油香 然後不會酸 不會酸 完全不酸 香氣 對 還OK 很難形容 很難形容 就覺得很想要把整碗倒進去 直接這樣吃 整個拌了就吃了對不對 真的 那只要痛快 很痛快 我覺得可以加麵線 大概是 加麵線 加麵線不多了 對 蛋白飯也很好吃 蛋白飯 它這個感覺就有點 我覺得 溫沙拉嗎 這個很肥 有一點 對不對 其實拌麵就很好 是啊 感覺上 對啊 溫潤的感覺 非常溫潤的感覺 口感很好 我覺得如果有時候 對於一些牙口 牙不好 或是覺得說熱量太少 很容易大便 很乾 很硬 這個事實上吃這個 是還不錯的 潤腸一下 潤腸 尤其筍子這個東西很妙 筍子這個東西 它就是要油 因為它本身的纖維含量不少 然後裡面很多飛水溶性纖維 那如果老人家本身 有一些便秘的問題 其實你把它 增一點點好的油下去 讓它排便可以更順暢 真的是好油 出好菜 真的 所以我們已經把方法 告訴各位了 所以如果想要品嘗 都吸收一些資訊 讓自己更健康 不要忘了要定期鎖定 我們的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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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